校园小记者 凤山城采访写作营 我们根据凤山城文化景点的地理资讯图 可以做成 桌游的游戏 来测验小记者对凤山城的 文化景观的认识 透过地图 跟两边的 解说的照片 文字 就可以 认识凤山城文化景点的 位置 我们现在来看 凤山的火车站在哪里 火车站 他的 图片有了 我们看一下 天宫庙 天宫庙在 爱新凹进去的地方 他的 照片跟 景点的位置 有了 我们再看一下 东辫门 东辫门是在 成的东南角的方向 靠近凤山西 再来看一下 龙山寺 龙山寺是在东南角 东南角右下方对 这里 然后他的 解说的 普遍文字在这里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凤与书院 最好认得 因为他的 目标特别大 而且也有介绍的文字 普遍 这个也是凤山 最新的 一座 文化景点 也列为 市定古籍之一 我们再看一下 双池 亭 双池亭是 奉参 城的 300多年前 的花园地 他是 供奉了 后殿 观音菩萨 正殿 天上圣母妈祖 后来又增加了 五辅千岁 所以现在的 双池亭越来越热闹了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就是 城隍庙 城隍庙就是在 凤与书院的 西侧 他是城隍野 来 保护 凤山城 同时他对 凤山城的人 进行 死后的 审判 讲善罚恶 好的人 下辈子 会到好的地方去 坏人 就要接受惩罚 下辈子 投生到 另外一个 不好的地方 如果更坏的 就到18层地域 接受 惩罚 再看下一个 我们有打铁街 打铁街就是 凤山以前是农业社会 所以需要很多的铁器 打铁店 聚在一起 十几家 所以叫做打铁街 目前还有五家的招牌还挂着 这是凤山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打铁街 再看另外一个 东 辩门 东辩门正好是在打铁街的 东侧 因为他这个地方 是个交通要道 现在 还可以通过 东辩门的 城门拱圈 在 经过 东湖桥 到 对岸的 过沟仔街 可以行驶 脚踏车 机车 进出相当频繁 这是 以前 进出 凤山城 往东边去 的一个交通要道 再来我们看一下 城南炮台 这个是在凤山城的 西南角 它是属于 八角形的建筑 所以我们的 凤山城 还有三座炮台 都列为市令古迹 八角形的是 城南炮台 然后 一座 圆弧形的 是 驯峰炮台 我们找一下驯峰炮台 驯峰炮台是在东南角 另外 一座是叫平层炮台 在曹宫庙的后侧 曹宫庙 这三座炮台 目前都整修的相当完好 虽然 我们在 凤山城 有六座城门 有六座城门 只剩下一个 有六座炮台 剩下三个 但是我们 都要去现场看他的遗址的立碑 在整个城门里面 我们 还可以找到 巨南第一关 巨南第一关 也可以找到 北门 也可以找到南门 南门 也可以找到西门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我们整座凤山城 就相当了解 经过这样子的认识 你会发现到凤山城真的很可爱 他像一个什么形状 爱心 爱心 靴子 又像什么 像靴子 或者是圣诞老公公的袜子 大家好 我是向远小记者 李韵城 看了这张地图后 我对凤山城的了解 更多 了解了这边在地的古迹 及 那边的特色 特色小吃 大家好 我是向远小记者 王思琪 看完这张 图后 让我 有很多守候 透过 凤山 城文化景点的地理资讯图 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掌握住 凤山城的 地理位置 还有古迹 景点的 图片 跟文字说明 经过实地的采访之后 我们就可以 得到 第一手的 完整的资料 然后做成 网页 报导在 脸书的 粉丝专业 作为 互动 分享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 谢谢观看